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的是如何利用植物来防止蛇 提起蛇估计很多人都见过 蛇虽然不是最凶猛,最致命的动物 但是它绝对是令人最畏惧的动物之一 蛇全身冰冷,外形丑陋,有的蛇还有毒液 一般的人看到蛇都会感到很害怕 现在正值炎热的夏天是蛇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一些蛇可能会跑到人的院子里或者房子里 会给里面居住的人带来很大困扰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蛇驱赶出院子 好消息是,有些植物可以帮助我们把蛇驱赶出院子 第一种是蛇灭门 蛇灭门这名字一听就非常霸气 这种植物确实是蛇的克星 蛇灭门又名也点斗 这种植物在农村很常见 它虽然不能把蛇杀死 但是却可以有效的驱赶蛇 蛇灭门在开花的季节全注都会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气味 这种气味让人闻着没有任何事 但是对蛇来说却很敏感 蛇闻到这种气味后会感到很害怕 会快速逃真夭夭 我们这里的一些老农去山上捡骏子时 都会把蛇灭门的花朵晒干后和熊黄粉混合起来 放在箱袋里系在身上 可以有效的把靠近人的蛇赶走 6月、7月、8月、9月正是蛇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恰好也是这种植物气味最浓郁的时候 因此这种植物天生就是蛇的克星 蛇灭门这种植物除了可以驱赶蛇外 而且还可以治疗毒蛇咬伤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 很适合在院子栽培 第二种植物 蛇倒退 蛇倒退俗称蓝鹿虎 其是多年生慢性草本植物 蛇倒退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阻止蛇爬行 蛇倒退的叶饼及静干都密生有小刀刺 这些小刀刺可以阻碍蛇爬行 蛇在里面爬行时会划伤皮肤 如果把这种植物种植在院子周围 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蛇或者其他动物入侵 第三种植物是蛇总管 蛇总管又名百花蛇蛇草 这种植物多建于水田 田梗和湿润的矿地 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一带 很多农村人都认识它 蛇总管它的名字也很霸气 虽然本身不能防蛇 但它对毒蛇咬伤却很管用 很多蛇见到它都得绕道走 此外 蛇总管也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 具有很高的种植效益 第四种植物是七叶一枝花 七叶一枝花就是我们所说的虫龙 民间有句老话叫家藏七叶一枝花 毒蛇都怕尽到家 七叶一枝花不仅可以治疗蛇虫咬伤 而且还可以发出让蛇害怕的气味 种在院子里可以很好的防蛇 此外 七叶一枝花的会开出漂亮的花卉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种出一次可以生长多年 很适合用来防蛇入侵 第五种植物是凤仙花 凤仙花是一种常见的观赏花卉 一些小孩经常会用凤仙花的花荷叶来染指甲 非常漂亮 此外 凤仙花也是一种很好的防蛇植物 其根本会分泌出一种对蛇很敏感的特殊物质 蛇闻到一般都不敢靠近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五种防蛇植物 它们既能帮助我们防止蛇的入侵 也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希望我们的介绍对你有所帮助 在种植这些植物时 也希望大家在乐在其中的同时 也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忘了点赞和分享哦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